哈喽大家好我是Sky李小峰 很开心又给大家带来这个Delta的第一视角的录制了 这个屏幕上相信大家现在看到了我这个英雄呢是一个敌法师这个英雄 这是一个主力的carry的英雄 说实话我对敌法师这个英雄还不是很了解 就是说除了打solo里面用暗翼精灵用这个Demon Hunter就是DH用的比较多一点 以外我们在solo里面叫做DH但在Delta里面我知道它的名字叫做AM 这一个多萌的名字呀让我第一反应以为是大法师 呃这边呢前面一级嘛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出来的慢了一点点 我就选择升级了闪烁然后希望能跳早点跳到线上来 然后这边刚刚一个补刀没有补刀呀好尴尬大家多多见谅 这这三个三个狼我都没有补到所以说大家再度多见谅 但是很好我这个拉也还是比较成功的成功的拉到了这个半人马 因为这种主力的主C的这种英雄我用的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打的比较尴尬一点好这边幸好这个大的半人马是补到了 然后我们这边沙王在屏幕上说去找狗看来对面好像是有个小狗吧 不过前面我也没有注意 然后我们的看了一下屏幕上我们的队友是被拿到了First 那么我也不介意了 然后让这边我切到线上发现发现这个火女血很少呀 我有机会的直接逼了过来一刀两刀成功的收割掉 可惜收割掉这个叫追风男孩的火女可惜我们的哎我们的刚刚那个队友死的太早了一点 那我就可以First了 这边我是星级啊 星级升级了两级的闪烁 想过来拉野 结果发现还是来不及拉了 因为小兵我刚看了一下地图已经走过去了 这个印证了一句话叫星级吃不了热豆腐 虽然是升级了两级的闪烁 但是刚刚那波兵线还是没有赶得及回来拉 那么只好拉这波兵了等一等 45秒钟或者46秒钟的时候拉一下 小地团看一下我们的这个DP看来是要死掉了 在零切回来之前是被小小扔进了里面那么肯定是活不了了 这边继续三个巨狼 这边我要试一下能不能抢到 这个巨狼天生跟我过不去嘛 我补刀每次我都补不到最后一下 nice 连着五个狼我都能补到最后一下 这下怒了 终于被我补到最后一下 看来用C这样的英雄 还是不能太急的很多时候 太急的话很容易补刀就心烦意乱 就经常补错 前期我这个补刀真的是水的一塌糊涂呀 好 然后DP是对虎女有想法 但是我觉得我对她是无碍的 因为没有DP没有留人的技能 我自己也没有留人的技能 那么就算了我就继续补刀 然后为了我的打后期做本贝 其实说句实话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强C就这样的carry的英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种强C英雄前冲击很弱 没有队友的配合 又杀不死别人 单杀也不给力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像 嗯 愚人啦 或者流浪剑客啦 呃 或者小愚人啦 等等这样的 呃 能够有单杀能力比较强的这些英雄 嗯 但是 这盘 开始的时候 我看了下我的四个队友 他们都是 法式型的 或者说是没有一个比较强的强C 我刚好也随到了 这样一个英雄 然后我就想想 呃 那我就用一盘C吧 然后试一试 看看自己 呃 因为这个 这盘我用的是另外的一个账号了 所以说 呃 我也是为了能够加分嘛 所以说我就想 不管什么英雄都要用 因为我发现现在天梯加分比较快的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英雄 都打的水平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 你的加分才会加的比较快一点 如果只是练一两个英雄的话 比如说我平时跟Lak TD他们玩的话 他们就经常用一两个英雄用的比较多 但其实他们加分就加的不多 因为那个英雄 他把积分打得很高 英雄积分高于他的天梯积分 那么他就 后面他就很难去加分了 然后输一盘还要掉很多分 啊这个前面我的补刀真的是有点水 看来以后还是要有必要练练这种 carry英雄的补刀的基本功 然后这里在有干扰的情况下 就是在DP也补刀的情况下 我就基本上就很难补刀了 像前面补狼的时候没有干扰的时候我也很难补刀 实际说 这个 要练一下 要练一下 这个 我现在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突然觉得自己脸面上有点挂不住啊 我怕有一半 一半现在看视频的人都会说 这个 盖哥我的补刀比你强呀 好这里 我们下路的塔 还是挺顺的呀 前面 从前期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自己蛮顺的 这边给DP收掉了一个塔 因为刚刚我怕 魔女给我一个大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边没有到六级 但我试图杀一下他 然后帮DP砍了一刀 然后 火羽停顿了一下就被DP的大招给收掉 这边我们的队友 也收掉了对方的两个人头 一个人头 另外一个人头 是我们DP在这边收掉的 现在六级了 我觉得先合剑刃球 先出狂战斧这样一个装备 因为我看 高手的教学视频里面 都是这么合装备的 那么 而且我们的 经常看的一些录像也是这样的 那我就也这样走一下 然后我现在终于想看一下 对面的英雄看一下 山岭八级 骷髅王五级 秀斗六级 史诗鬼 还有小狗五级 汉尼神雄五级 卧槽 这个阵容 真的是 刚开始不看不知道 现在一看 说出来吓死人啊 这五个阵容有点 我觉得有点好的 这五个阵容 要这个 要先手有先手 要这个旋云有旋云 要输出有输出 这个先手可以这个 牛头 然后 山岭可以二手 然后那个火女可以也二手 然后两个 一个强C小狗 一个 一个 也算强C的 骷髅王吧 这我突然觉得我这 我们这边压力好大呀 我们这边 就我一个 这个强C 这压力有点大的 但是 我前面还是挺顺的 只要我们的队友 杀他们给力点 我觉得就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边我是利用 幻象 来帮我打打 打打击 升升怪 错了 是打打怪升升级 因为打野的时候 我的注意力也是在 很注意看这个小地图上 万一谁来杠克我的话 我要第一时间跳走 有了健身球之后 打怪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自己会回血 哎呀我们的DP 直接说了个我爱你 还是对谁说的 好看了一下 DP只有十几点 血 我们看来 刚刚应该是 对方的小小 一个连击 估计没有连死 然后又不舍得杀 不舍得放技能 让我们的DP是 各种感恩啊 这边下落的线 简直太完美了 就是为我准备的 这边就准备好 练习补刀的时刻 这看来我的补刀 真的是有点问题 需要好好练习 好 补一下完美 先打车子 其他的 哎呦 这个 怎么直接就跳 出来了一个小小 我擦 九分钟 然后小小有跳刀 还有密法鞋 我有点颓废啊 我还以为我发展的很顺啊 我们的队友前妻跟 跟对方 是打的忽悠来往啊 这你们是坑爹啊 这九分钟小小跳刀 这让我怎么玩啊 我还以为我很顺啊 结果有人比我更顺 九分钟的跳刀 密码跳刀小小 啊 我实在无以形容了 我的队友了 看一下 小小好像杀了五到六个人 怪不得 这个小小 九分钟这个装备 这个我突然觉得自己死有点冤枉呀 对我不给力 导致我 被小小直接就一个跳刀加这个 过来就把我给连叫了 天 我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 这我有点郁闷的 然后上路看到了 骷髅王和神牛 我是没有办法去打他们了 我刚飞过来 不可能有TP再过去了 那就好好练补刀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需要更加好的 注意好小小的位置 这个时候小弟子上 然后我们的队友是杀掉了对方一个叫猪二宝的 这个时候我不敢在线上露面了 因为在线上露面的话 这个小小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来一个连击 就把我搞死了 这时候我觉得我要有必要升级下 比法师的抗魔了 我看高手的视频里面和录像里面 一般都是做C的 都是在不断的 不断的打钱打钱打钱 于是我也就想着不断的打钱 然后吃点小小又是一个连击 结果没有把DP给收掉 然后DP又是顺利的 躲了一个活女的这个技能 这个让我比较意外啊 然后反而我们的队友反杀了对手一个人 然后小小呢又想过来 然后收割人头一个跳刀 跳刀过来之后把我们的杀王给带走了 这边我是想来抓一下小小来收割一下 在这边有个活女 这我比较嗨了呀 然后砍两刀避一下 然后一个大招直接带走活女 给了我一个人头 那么小小我就不准备追了 有点还是有点害怕的 看下他魔法300多 有点多的 够他放一个连击的 那么我就不追了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蓝猫 哎我本来不想追 但是这边我们的鱼人赶过来 那么有机会杀他 闭一下 但小小我估计要跳了 他往这边走肯定 啊果然是跳走了 那就算了吧 我们这个鱼人跟我配合 还是没有太大的默契 其实刚刚应该我来追 因为他刚刚300多魔法 刚对蓝猫放过 二连击之后应该是没有魔法对我放 而且我现在也升级了二级爪的抗魔 那么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现在终于是掌握到了这个敌法的这个补刀的这种感觉了 补刀稍微顺利一下 然后下路是个骷髅王 因为我是不怕骷髅王的呀 这边我们队友跟我提示有人隐身了 那我再给队友发信号 希望有人来帮助我打下骷髅王 我一个人杀他的话 还是有点困难的 避了一下 然后找一下骷髅王 他应该会从这边出来 果然是 但可惜我没有在那个树林那卡住他 然后我是下路看到了有人来 就已经算了 这边这个小小我们可以埋伏一下 兄弟们上 我先跳了上来 愚人一个踩 杀王一个 接我 终结了他一个妖怪般的杀戮 得到了560的金钱 我好嗨啊 谢谢队友们给了我 把钱让给了C 终于爆了一箭之仇 然后这边 我们的蓝猫在这里拦截了下 里面有机会 然后直接上来砍一刀 一个大招 然后牛头也有机会去杀 这边小小还在抱怨 说太狠了 太卡没跳出去 然后再来一刀 不痛的 我心爱的牛 我们必须行动 快 快 太狠了 太狠了 有时候我继续在打钱 然后以后等我强势一出山的时候 将是世界毁灭之日 哎呀 但是形势不对啊 我们这队友又死了两个 希望他们不要崩盘 不能太快 如果崩得太快的话 那我就要吐槽了 对哦 反补了一个防御坦 这几个步刀还是 还是不错的 有模有样 我表示此时 我的狂战斧 已经基本上要合出来了 需要小鸟 期待队友变个鸟 这边这个小小明显是又送了一下 狂战斧顺利出山 骷髅王居然跑上路了 我现在是有狂战斧的 我觉得我可以去欺负欺负骷髅王了 同时收收上路的线 有队友在周围随时准备支援 突然觉得做一个C还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 看来以后有空还是可以练练 就是这些C的英雄 C的英雄 C的英雄 让钱让钱 不要抢我的钱 然后这边下一件装备就把这个 假腿先合出来 哎呀得到了队友的赞赏 我们的愚人说敌法起的不错 这肯定吗 那复出意外 什么20分钟30分钟 就能把对手给推掉了 我就想 争取最后一下 来试一下试一下 试一下 哎 可惜这个塔的补刀还是慢了一点 哎 但我刚看到一个小狗过去 忽略了 这个小狗就要16分钟到现在都没有在屏幕里面出现过 我都忽略了他的这个钱 我来欺负欺负他 我擦 我的16分钟的狂战敌法 就这么 就这样被对手给反欺负了 啊 OMG 山林买活 早知道 哎 这个 看来 看来主C carry的英雄也不是像我想象那样 有了狂战之后就可以打变天下无敌手了 看来还是要需要和队友之间的配合 然后 才能 打得更好一点 然后这边 其实我刚刚应该稍微的稳妥一点 然后等四个队友先上之后 然后我再上来来决定 呃 再上来拿 那个收割别人的人头的 结果是反而变成了自己作为一个肉盾 上来被 敌人先收割了 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失误呀 哎呀我过分的把这些carry的英雄想的太强悍了 结果反而被别人收割掉了 现在突然觉得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看来 这个Ccarry的英雄 那我就只好闷头再继续打钱了 这边我看到了小小跟牛头过来抓我 哇三头牛好壮观啊 下落三四个人 结果三四头牛我都分不清哪头是真的假的了 嗯 又来两头牛 队友快看三头牛在飞 这个牛肯定是假的了 嗯 在队友的这个帮助下继续的来 打打钱 然后下落看来是双方发生交战了 我们的队友是对那个活女有点想法的 我就来找一找活女 然后小弟兄啊 我和同事也不断的观察着 然后不断的补刀 然后队友似乎是要发生战争了 这时候我要过来了 但是我们直接就被秒掉了一个人 没关系 有我在 一刀就收割掉 然后还有一个队友是被中立生物杀死了 这个我有点 褪废的呀 然后这边我躲一下 他一个踩 我其实不用跳了 但是跳上来也无所谓 跳上来然后 想追小小 但是我觉得先不追 先杀活女也不错 因为我是 就有没有留人的情况下 我肯定是哪个 我最先打到 我就先打哪个 然后这边 这骷髅王是想来收割我们的这个 中楼塔 自然是不能让他如愿了 因为我枪C出马 一个警察 然后这边骷髅王给了我一锤子 我要反补 我要反补 先打他两刀 然后再来反补塔 nice 然后我连骷髅王也要收割掉 我觉得可以的 可以的 相信自己 也是 也是 没用的 唉 坑爹 看来 精神的力量 还是不能帮助我能够收割掉 骷髅王的 看来下次还是要 该跑的时候还是要跑 还是要损一下的 骷髅王是一个2100的这个 加速的这个东西都出来了 这 这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打了呀 骷髅王好像是要奔一个 大电锤或者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强袭装甲的一个路线 如果刚刚能把骷髅王给收割掉的话 可能会好打一点 但是 可惜刚刚还是贪了一点 反补了一下塔 然后打了一下骷髅王 因为他没有魔法了 我知道我跟他拼下去 只要我把他拼死 他就肯定复活不了的 可惜了 继续打钱 我想先出个分身府 队友时不时的 还是能欺负下 像活女的等等这样的英雄 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个愚人 这个大愚人的话 也是算是一个 跟骷髅王我觉得一样的角色吧 这边其实对方这种搭配也差不多的 然后这边踩得很好 踩到了小小 然后 放了一个大招 可惜没抢到人头 我觉得人头给我还是好一点 这个中间怎么有个小石头人啊 我们这边队友说要 我这边我卡了一下 电脑卡了一下 然后卡了回来 那我们的队友是在中路要推塔 但是我觉得 上路有一个人 那么他们对 对方还死了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们中路一般三打三的情况 我就不过去了有点远 收手前 然后尽快把分身府出来 我觉得好一点 好一点 好一点 保证自己战场的存活能力 把他们去抓落单的了 临时选择不推塔了 鱼人是往前面走了 我们下路继续打钱 收钱 他猫子要打团了吗 对方们也是很警觉的 互相打这个伞 说肯定要来人了 那么既然人是在上路的话 那么我就在中下路可以出去塔 但是小子就算一个人也没有 我觉得 有点怂啊 回来继续打打钱吧 现在夜叉是出来了 把药膏 然后给上去 然后把夜叉拿下来 然后果然是小小来到了下路 我现在有点虚啊 为什么说有点虚呢 我虚对方的狗呀 那个狗到现在都没有露过面 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打钱比我更凶 然后这沙王是过去想抓骷髅王 结果反而被抓了 然后屏幕上他们小狗三个人都在这边 这个小狗 我小狗是有了小电子 追加这个点筋手 这波猫子我感不及了呀 我是连跳带跑的 但是看来也是感不及了 死了两个队友 对手有四个人 算了 我就来顺势推塔 我觉得C应该就是这么打的吧 如果大家有看我视频 有玩C玩比较好的话 也欢迎在我视频里面留言 跟我就说是来讲讲 然后这边我是被一个2T连击 然后我赶紧吃下药膏 然后跑再跑 然后这时候队友提示我说 敌法BKB 我这时候我也觉得似乎是应该出BKB稍微好一点 决定先不出分身谷了 先出BKB吧 然后愚人说他们控制太多了 强强也是 像我刚刚那波上了那波小团的时候 如果当时我有BKB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就能够顺利的打掉像小小和火女 以及还有一个牛头 这三个女神 只要打掉他们之后 小狗和骷髅王就会比较好打一点 这边骷髅王强息 然后小狗是输出装 我突然觉得自己比较难打 就继续翻吧 打钱吧 别人把肉山给打掉了 这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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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了呀 哇 骷髅王把强息都出来了 这个我后面先收割掉这些人头 牛头先砍牛头 然后砍两刀一个大招 牛头顺利收割掉 然后这个小小小小小 哎 我觉得我可以无视小小 但是还是忍不住砍了两刀 然后一个极限的逃生 骷髅王的一个 一个踢出来之前 我直接就闪掉了 然后再一个避 避掉 然后我觉得小小是在后面 应该在追我的 哇 刚刚那个逃生 真幸好是 避得早了一点 要不的话 我觉得自己就被骷髅王的血 给悬晕掉了 然后这边没血 只连蹦带跳的 赶紧回家加血 然后寻找机会 再次上来 现在强息的骷髅王 加这个输出桩的小狗 突然觉得 好像我们这边是劣势了 虽然我前期是比较的顺 但是别人的小狗 也比较的顺 只是我们的这个 酱油加辅助的英雄 在一直打过来打过去 然后这边强息的骷髅王 觉得中路的塔 是要不了了呀 这边是小小直接上来 然后想打一个2T连击 然后我这边 我是一直在寻找走位 然后砍 然后在这个小小放出来 放出来这个之前 然后成功的闪掉了 躲掉了他的一个 躲掉了一个威 然后这时候 我们的蓝帽上来留人 但是留人好像时机不太对啊 别人四个人都没有走 这个留人留得不太好 然后又躲掉了一个牛头 一个大 然后我现在还在寻找机会 好过来杀牛头 因为没有BKB 我现在没砍两刀 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走位 而且我们死掉了两个队友 这边 鱼人 抱歉 实在救不了你 兄弟就这样吧 然后我这边可以欺负欺负骷髅王 可惜这个大放早了一点 应该再砍他两刀的 我感觉把他魔法都已经打没了 但是骷髅王的有了强息之后 这个 我不知道强息是不是对我的这个大招 有这个底数的伤害 但是好像反应该是有一点吧 我个人感觉吧 但是是确实是情况没有打死他 现在我们的外塔 除了下路 全部被推掉 我看来我又需要进入到一个发麻的节奏了 这个战抗真的是有点越来 有点激烈了呀 这个时候 我发现了 其实凯瑞英雄的真正的意义是在于后期 这时候我是想跟大家说 那个下路钱给我 但是大家都是 很自觉的说敌法师 你上线 我们蹲 然后蓝猫儿提示我说 出个没肯别打小小 当然出没肯就不是我来做了 小地上又是看不到人啊 这个时候 有点心虚啊 虚的很 但是队友说的蹲我 说好的蹲我呢 怎么没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在我背后 另外两个人在上路 一个人在中路 然后下路上 一个队友是发现了 有个人 让我们的DP说 下次我先放大招的时候 然后你再插别人 要鱼人跟我提示 但是 我决定 还是要收割掉这点钱 我现在是事前如命呀 没办法 好像用C就要不断的 抢钱抢钱再抢钱 因为我要第一时间把BKB出出来 继续跳过来 再收钱 回头我要看一看一些用C用的比较好的英雄 比如像周神了 像B神了 等等这些英雄 我看他们的carry是怎么用的 然后学习一下 然后这边中路有个人 我们有三个队友跟进了 三个队友这个上前了 那么我也可以来跟进一下 这波好像我们队友被包抄了 骷髅王在后面 我第一反应是先躲一下 然后看一下战局怎么样 我们直接是一换一的一个节奏 那么我可以在这儿 就是说是 让对 给对手牛头压力 让他不敢上前 然后队友提示高地 那么高地的话 我就收钱赶紧把这个BKB出出来 有了BKB之后 我觉得就会比较好打一点 然后我还差一百块 差几十块钱 卷轴已经买过了 OK 然后BKB顺利出来 这个时候可以找机会 给他们打团了 打团的话我可以直接切后排 然后切掉他们三到四个人 切掉他们两个人是没问题 我觉得活女和牛头应该是没问题的 小小可能不太好杀 因为小小太肉了 而且打他才有被动 但这样的话就可以给队友提供 出出的良好的机会 下车的小狗大电锤加 哇看看别人的装备 我突然觉得一身冷汗 下车的小狗大电锤加晕锤 跟我的装备差不多吧 我觉得 我应该可以跟小狗拼一下 以后我跟他先 有机会跟他单拼一下试一下 诶 刚说完曹操 曹操就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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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家当我刚刚 放了个屁 是不是都没说过好了 这个 这个小狗教了我什么叫做 越望是很美好的 但是现实是 很残酷的 太骨感了 这个小狗 看来没有队友的配合 还是单拼小狗 我应该是拼不过他 虽然刚刚牛头是一个勾鹤 加上一个大 帮助小狗把我吃割掉了 但是我觉得 就算没有牛头的话 我现在这个装备 看来也是打不过小狗的 就是小狗直接给我 连开BKB的机会都没有 唉 看来这个 核心的运雄 也是有高低之分啊 像小狗的输出 可能有些时候 比敌法就要强上很多 唉 对了 这边 跟大家就是提示个消息 就是在6月3号的时候 就是SKY游戏专区的 神仙道的服务器 帝王争霸新的服务器 即将盛大开启 这个时候 为了这个服务器 我也准备了很多的礼品 在这个 心动以及SKY的这个团队 支持下 给大家有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使用的 SKY的这个键盘的 鼠标的套装 然后到时候 可以就说是 通过服务器内 做些活动 赠送给大家 还有我们W的新的队服 当然呢 最重要呢 还有一件很大的奖品 就是 就是iPhone4S一台 到时候 有对玩游戏 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来到这个 SKY的这个游戏的 心服里面 和SKY大地 起玩游戏 然后并赢取这些 丰厚的活动奖品 好吧 这边下路 我们好像有 打团的机会 而且对手也要过来了 这波 我是决定按照之前的想法 先切后路 而且刚刚小狗也告诉我 叫做 什么叫做 现实是很残酷的 那么我要注意好 这边再寻找机会 然后这边看一下 这个小狗过来了 小狗的装备 看一看都让人害怕 再加上骷髅王的强息 突然觉得我们这波团 很不容易打 在这边 这边的牛头 好像有机会 发信号 给队友 然后这边 我觉得逼上来 不给牛头跳的机会 第一刀砍上 跑到杀王 很完美的接上 然后收掉他 然后这边 骷髅王有机会 我打他 一直不断地打 然后骷髅王是没有魔法的 然后这边 把他魔法给抽干之后 然后放到一个大招 然后BKB 开启 再收贵 给人头 三杀 然后小小 给我杀掉 四杀 可以小小 没被我杀掉 然后这边小狗 有机会了 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你想干嘛 显示很残酷的少年 超扯 四杀 哇 好嗨呀 好嗨好嗨好嗨 但是可惜 我们刚刚 谁抢了我一个人头 要不我就能 打到一个五杀的状况呀 打到他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五杀过呢 这个是 这个队友 队友 不给力啊 不给我五杀 哎 给我五杀多好呀 还能让我报仇 还能让我起来 还能让我很嗨 然后这边 我下限装备 自然就是 先是分身斧了 把分身斧 打点出来 然后这波 我们有机会 拿塔 但是看来 推的话 好像是推不了别人 然后这边 B上来 直接拿掉一个塔 然后 他们提示我 说去上路 刚刚这部团 打得很好的 但是不代表说 我们就能够 取得这盘的胜利 我觉得这盘胜利的话 还是有点难的 因为毕竟 小狗跟 小狗和 克鲁王的装备 还是很好的 最后的三个 酱油加 服务的英雄 都是很给力的 无论是活女的 悬晕 还是牛头的悬晕 还是小小的 这个2T连击 都是蛮给力的 然后这边 对手复活了 我收掉两个塔 然后现在 我的钱也是蛮多的 哦 分身府出来 这个鱼人是在 等着把钱给我吗 谢谢 谢谢 这时候我们要 提防一下 对手打肉山 没有想到 自己 第一次用C的英雄 居然有这么大的压力 要带领队友 好好地来打一下 这波他们开悟了 开悟他们好像 在打肉山了 我要 过来一下 队友们 过来一下呀 给力一下呀 上波虽然有点运气 但这波是我们 展现实力的时候了 跳进来 然后开分身府 然后先追着骷髅王打吧 打两千把的魔法 给打没 然后 然后收割掉骷髅王 开了BKB 然后这边上来 开始打这个 打这个活女 然后目标很明确 然后下一个就是牛头 然后下一个 在牛头站一块了 有点点不到他 没关系 牛头 然后小小 再小小 又是一个四杀 然后小狗 但是 我发现打不过他 分身我已经开过了呀 愚人提示我开 分身 但是我打不过小狗 虽然我想 我想四杀别人 不是 虽然我想 现在情况是 我想五杀 但是五杀不了了 这个小狗 我打不过他 这个小狗 是要单挑肉山吗 然后我们的 沙王还在那边 寻找机会 然后这边 我赶紧第一时间 准备赶过去 然后我们的 蓝猫的吐槽说 我开BKB 瞬间就被秒了 刚才小狗的输出 还是很可观的 下路钱比较多 我刚刚看了一下 肉山他没有打 然后他们也在推线 那么我就来收下 下路的钱 这么多的钱 然后沙王提示我去 打肉山 把线收完 我就过去 狗去了 那么我赶紧 但是我一个人过去 有点怂呀 我打不过 这个小狗呀 肯定要有队友过来呀 我这边 连蹦带跳的过来 寻找机会 先跳进来看一下 然后小狗是跑了 然后上路有活女 我刚刚看到了 有点虚呀 然后上来杀活女 开BKB 三刀四刀 直接收割掉 然后别人这时候 让我把圆盾丢掉 我可不丢 这个时候我刚开始 到现在的一个 吉祥之物 幸运宝物 这边我想打骷髅 但点不到他 这个龙在他上面 只要盖了这个视野 这个骷髅王没魔了 然后这边是 躲了一个RT连击 然后这个小狗有机会 过来 然后只用一刀给一下 nice holy shit 超神了 居然还超神了 这边小狗收掉之后 其他人我就不是很怕 但是 但是这个小小 我不太想打他 因为我知道后面 还有骷髅王家 牛头 这个 这个我只好 带着他们来逛大街了 那我们的杀王 杀王直接被一个二连就带走了 哎呀 我这时候主要没有吸血装 靠这个坚持球的恢复 还是不太够呀 但是他们的小狗 好像买活了 还是复活了 他们是要打肉山了呀 他们说让 他们还在坚持 让我丢圆盾 哦 他们说让我抢盾 好 准备这个丢 我 他 队友 害人啊 看来以后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打呀 不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想 什么东西去抢盾 什么之类的 这抢得倒好 盾没抢到 然后人也送了 哎 五个人不太好抢的 杀王吐槽了一下 我是看你满格子进去 其实我刚想的是 进去之后开个分身斧 然后让他们分不清真假 然后我再来 我再来这个 把圆盾一丢 然后把盾一抢 可惜 我想的挺美好 然后这边的犹豫要不要买活 那蓝猫拉人了 我觉得 我觉得别人 已经要推过来了 那我还是买活吧 看来等到我自然复活了 然后这边买活之后 然后过来 然后被晕了一下 但是没关系 开BKB 牛头 就是你 盯着牛头 杀王很nice 一个跳 一个穿 杀王这个穿穿得很nice 然后再一刀 收割掉 然后这边 小狗 哎呦 我实在不想打小狗呀 这小狗 你看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算了算了算了 我要逃走了 很好的一个B 然后躲掉了一个 很好刚刚B走了 要不我就直接又被小狗给 小狗加这个 加小小给搞死了 这狗有盾的呀 刚好打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但是小小我也打他也不太好 因为我留不住小小 那我有点郁闷呢 我觉得我现在 可能要出晕锤了吧 我觉得 普则的话就比较难打了 看这个出装比较重要呀 很多时候 然后这边 我肯定不可能上这个小小打呀 我 骷髅王也来了 我们四个队友都死了 这我们中路 看来要被推掉了 然后小小过来的一个 我幸好是开了分身符 然后小小过来是 搞到了一个假的 然后骷髅王也晕到了一个假的 分身符的作用在此时 零零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然后砍了一刀 小小小就被悬晕了 这什么人品 上 他们上的时候 就是我上的时候 哇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小狗好像出了 出了这个 又出了一件 大剑的装备呀 我现在突然觉得 我有点乏力了 小狗又出了一个学府 是骷髅王出的 这边 沙王穿了一下 没穿到 在这边 我先 在这个小狗 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这边 闭上来 然后帮助DP 打掉小狗 沙王回来 好 现在这个小狗是 太胆大了 直接就 直接就一个人 还敢强拆我们上路的塔 然后队友复活 很及时的 帮助我们 把小狗给收购掉了 这小狗也没有来得及 开这个 磨免和开 开了磨免 但是没有开大 这个我们的愚人 也是在 质疑 幸好他没有开大 开大的话 这一波还不太好打 这波打的我 这边 我是有点想买蝴蝶的 但是我们的愚人说 让我出银锤 出银锤 说千万别有蝴蝶 然后想想 讲的有道理 因为我现在的 最大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留不住人 暈锤的话 我要看一下怎么出 标枪加均匀力量腰带 加卷轴 刀踏这个道具合成的话 我还不是太了解 快叠剑更是别提了 很好的顺利找到 好 暈锤出来 然后 现在是一样的宝物 看来我的幸运的小圆盾 要被我丢掉了 这个本来是它是可以换成这个复活之盾的 可惜没有抢到 然后跟队友发信号说等我来 再搞他们 我要把暈锤拿掉 我的小圆盾啊 依依不舍的 就 不能用掉 对的 还是要让鸟拿回去 250块钱呢 不能丢给他们 哇 有了暈锤之后 这个输出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这有了暈锤 我觉得我可以搞搞它了 看它能不能跑掉 然后定一下 但是发现 没有损好距离 结果打草惊蛇了 既然打草惊蛇 地团看不到人 那我还是逃跑吧 然后它过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反应了 开出来了这个 开出来了 幻影斧 二两个幻象 幻想一下对手的视线 快给我一锤子 这个这个这个继续跑 牛头果然是给了个二连 然后也暴露出来他们的位置 这时候我已经25级的 神装敌法了 但相比小狗和 骷髅王的话 还是有点害怕呀 这个残局 有点郁闷的 哇 双倍 nice 等他们过来 蹲我呀 不要蹲蓝猫 蹲什么蓝猫 就蹲 不是 我们蹲双倍服呀 对双倍服 我现在吃了 但是我不知道 开幻象之后 开BKP之后 还有没有双倍效果 哇有了双倍之后 就是不一样 但是可惜 开了个BKP之后 就没有双倍效果了 但是还好 在之前就先收割掉了小狗 然后这边牛头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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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头 然后有了这个 晕垂之后 也是不一样 双杀 然后队友也很给力 三杀 然后打掉了四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找不到了 好 这波推他们 哇 看来有些时候 决定胜负的 不是在于装备 而是在于人品服啊 如果刚刚不是双倍服的话 怕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有双倍上打小狗 简直就是三两下 好 这盘 从前期到后期都还挺顺的 除了中期有点不太顺 那么这波应该是推的差不多了 如果推的差不多的话 跟大家就是做个介绍 就是像刚刚说的 6月3号 就是说 呃 新服将开启 然后以后在视频的结尾的话 我会把那些活动 要做的一些奖品 会 我真人也会出镜 然后把这些奖品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自己在用的 W1的限量版的套装 包括一个 大小 iPhone4 iPhone4S 也希望到时候 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这个Sky的游戏专区 也希望有喜欢 网游戏的朋友们 也一定要多来 支持一下Sky 就是说 游戏喜欢网游戏 欢迎来到Sky的这个 呃游戏专区内 然后和Sky大帝 喜欢下游戏 好 这边 我觉得基本上 应该能结束了 好 这边 这个再一推 就是三路超级兵了 然后骷髅王 但是这个时候 居然骷髅王 没有把他魔法给耗干 可是情况不对啊 这个 还有一路兵营 我们差一路 我很想上去 把那路兵营给他推掉 但是 我们屁股后面 有三个人在追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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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好 推个两路兵营 两路半兵营 我觉得 以后只要想办法 开个BKB 回去把那路兵营给他 强行收割掉 我觉得应该就没问题了 然后这时候我都考虑 想出圣剑了 想一想 还是先把深渊之刃出来吧 因为这时候没有盾 万一我死的话 再被小狗拿个圣剑 岂不是我们就要被翻盘了 然后这边BK来 把深渊之刃一出 去买遗物 深渊之刃一出 然后 卖掉TB想再出个蝴蝶 或什么装备 但直接被骷髅王发现了 骷髅王两刀 砍了我一半的血 这是坑爹的吧 骷髅王这一次 能收割掉吗 收割掉骷髅王 哇 还好可以买活 算了直接买活吧 这个 这波如果不买活的话 说不定我们就要被反推了 他们是要来打一波的 这波 然后沙王提示我别下去 队友还是很温馨的 但我肯定是不下去的 放心吧 在这边 我又要开启我的无敌的 这个转的 这个晃悠的功夫了 好 现在就是现在 但是没打两场 小小就被悬晕了 然后现在就打小狗 觉得现在可以拼一下 我是有晕锤的 小狗是直接就开了大逃跑了 然后又再次大了出来 那么 我小狗的输出 有点猛的 我号一号等等队友 这个刀踏毕竟是团队游戏 不能逞英雄这个时候 逞英雄的话 说不定现在就 我们就输掉了 给他们打一刀 上来打下牛头 开BKB 我是有BKB的 这个开启BKB模式 打下牛头 B过去 再割两刀 哎 心爱的牛头真的不痛 好 这边小狗再次回来 小狗血不多 我有机会 来死 被境遇剧团杀死了 没关系 这边现在既然你们的主力死了 那么就是其余的事就交给我了 好 这波又是一个反杀他们 一个双杀 收掉四个人头 我这盘打的真的是 激烈的程度呀 小狗买活 看到了 但是 带线带上去 好像现在如果我从中路 直接推上去的话 是不是算偷台呀 算偷建筑呀 偷建筑的话好像 不太 我不知道算不算偷建筑 但是无论如何 中路的线 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带一下的 上路线交给他们 好 这边骷髅王的这个装备 看起来真的是很吓人啊 但是再吓人 你也没有我吓人 这边开启BKB 直接就开启 直接就晕锤 晕到了他 看来这个晕锤 还是很有用的 好 队友提示我说 让我现在出个祭品 然后我们的这个鱼人也说 他们需要我的祭品来召他们 那么我就出个祭品 但是我觉得祭品应该不用出了 这波应该能够顺利的拿下 哇 这个出了个绿杖 我就拿他没办法了 吃了一个大 吃了个鱼 吃了个牛头 一个大 这波 这又是一个疏忽 连BKB的 开启的时间 都没有 这个 其实我真的不是浪的 这个我们鱼人在取得我们不要浪 但是我刚刚我觉得我是开启了BKB 我在他吃了那个大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把BKB给开启了 但是看来应该是BKB的那个CD还没有好 我说我这下不能买活了 但还好我们这下兵线是过去的 然后我们的鱼人说拿建筑 然后再提示他们小心 他们来了 这波小狗也很重视他们这波最后的一个建筑 我看来马上也要BKB出来了 牛头是A杖也有了 板甲 然后看来他是要出 呃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就是可以减速度的那个冰霜支甲 然后我们的队友还在商量 说 我们蓝猫刚刚过去想拿建筑 结果两三下就被打死了 哇 最后看来又有盾了 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又要去打盾了 还好现在我快复活了 我觉得小狗现在一个人就应该能够把肉山给单挑下来了吧 其实我也可以的 我现在就是缺乏点吸血 那么我就把这个祭品给出来 这个祭品是一个死亡面具 加一个圣殿指环 再加一个 对 再加一个回复指环 再加300块钱 OK 祭品出来 然后以后再打点钱 应该还能买活 那么能买活的话就会更好打一点 买活的话也不是很贵吗 1000多块钱 我还以为25G买活要2000多块钱呢 看来以后这个细节就知道了 然后我们的 然后这边既然小狗拿到盾了 那么现在我就 再稳一点 然后争取把那个兵营给搞掉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打了 然后DP是想去上路 然后偷下那个兵营 推线带过去 搞下那个兵营 但是 对手是不给他机会的 哇 没有想到 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27杀7死8助攻的数据 这个做carry还是蛮爽的呀 一盘能杀这么多人 让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个太high了 看来以后我要练练C 然后这边看到了小狗 自然我对小狗是无碍的 他就有盾 然后输出来那么高 那么就对你是无碍的 就上来抓抓这些单位吧 我几个联局不至于吧 难道我开了BKP只能逃跑的命吗 他们的防守太严密了呀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任务 感觉就像是在 抢 抢军期一样 就是试图推建筑一样 把最后一个建筑推掉 然后就能赢一样 然后进来准备杀Lina 但是Lina直接就开启了绿杖 但是还好 现在我是有那个 我是有这个深渊之刃的 刚刚对了他用了一下深渊之刃 对了 现在对了骷髅王用了一下深渊之刃 然后顺利拿到骷髅王 这波杀掉对手两个人 我现在有机会最后一个塔 但是我看了一下小地图 还有三个人 我现在过来 哎他刚开过这个塔房 那么我有机会 心爱的塔给我两刀 哎呀 这个 这个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割出来最后一刀 哪怕是开着BKP 我现在只有勇气开着BKP 来欺负欺负他 这个看来他们把所有的核心 任务都变成了守卫亚迪娜了 就是在守卫那个建筑了 这我有点郁闷的 莫非要等我再出一把圣剑才可以吗 这个 现在好像变成守卫亚迪娜了 他们是正义房 在守卫 我们是邪恶方 我们就在各种的为了能够 把这个亚迪娜给推倒吗 我现在这个装备 都不知道出什么装备好了 要不就圣剑 但圣剑又害怕死 这个我们的DP提示说 邪卖了 换个龙心 鬼祭就神了 我这些说有道理 以后我就要把邪卖了 换个龙心 来试一下 啊 哇 这偶遇小狗呀 但是 闭都闭不出来 很好闭出来了 这个小狗的攻击输出呀 太快了 有点郁闷了呀 现在该怎么拆这个最后一个建筑呀 该怎么来推倒亚迪娜呀 我不知道 看视频的朋友们 如果 有想法的话 大家觉得现在该怎么推倒亚迪娜呀 这边这个小狗有点机会 但是 血太少了 我要打点怪把血吸一点 祭品吸血果然还是没有 没有支配 或者说是撒旦 气血给力 其实我应该出撒旦 我觉得 他们说出龙心 就听队友的提示吧 以后 不管撒旦龙心 以后先把这个大虎一买 先打一个能买活的钱 然后把鞋子一卖 然后再把这个其他东西一买 然后这边最后一个建筑 哎 我觉得我开个PKB上去 给我三秒钟的时间 应该能打掉这个建筑 但是我怕他塔房是不就好了 塔房不知道多久 然后不管了 现在这边牛头 牛头 牛头 上头了 要杀牛头 哇 但我要放大的时候 发现牛头吃了个道具 直接吃满了 那还好吧 牛头给打掉 然后这边有小狗 这个 你一个人 他一个人我也有点害怕呀 好好这个B又是B的很及时 哦 我们上路不会有人把塔给强拿了 nice 这个上路的鱼人是很给力的 但我们下路成功的吸引了 他们的包夹的时候 把塔给拿掉了 那么胜利看来就不远了 啊 终于是这盘艰难的战斗 历史一个小时之久 看来是要马上结束了吧 我觉得 我不信这样还不结束 无数超级兵 他们还想翻盘吗 吸点血 吸点血 然后再回去欺负他们 什么 欺辱凌弱这种 刀塔里面欺辱凌弱这种事情 我最喜欢干了 哎 好准备 看肉身 哇地上扔了一地道具啊 这我们的鱼人还是再次赞赏了我下 敌塔给力 哎 真想暴 暴雨笑容 还给他 啊 啊 好了 以后视频结束之后 也请大家就是说是 期待我的真人出镜的一个这个 一个小型的广告贴片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嗯 这个鸟 这个鸟飞的路线 当然我的面飞 哇 小狗又是来证明他的DPS吗 哥 打不过你 我跑还不行吗 反正你们的基地也要快没了 6000啊 能买圣剑了呀 我的内心 在犹豫 内心在 看看小狗的装备 我还是有点虚啊 我觉得 我们的DP说有点难 这 你妹的 这 这 最后一个基地难道我们推不下来了吗 我决定了 我要和一个 龙心或者撒旦之类的东西 和个龙心 然后我就不信推不下来 再厉害你们能 能怎么样 强拆也拆下来了 但是强拆好像不太厚道 我们要从正面上来 我要各个的击杀完他们之后 用实力来证明 敌法是一个很强的 很强的carry 好 这边直接逼了过来 然后骷髅王 有机会 我觉得可以打死骷髅王 骷髅王直接给了另外一个幻影一个 卧槽 这都没有把骷髅王的魔法给吸干 然后这边 他是开启了城防 然后 那我就不管基地了 先杀人 再说这个 再说基地 我才不要拆建筑呢 拆建筑不是我的风格 好 哎呀 这个 这个活女怎么这么难杀 我自己要死了 28点血 我靠 这后面 屁股后面两个人在追我 小小和牛 这个又闭了一下 然后这个牛又跳了过来 然后 我 十几点血 然后再闭一下 然后又躲了小小一下技能 我 又躲了牛头的一个技能 我靠 赶紧吸点血 吸点血 这个 我靠 我还想吸点血 再杀一个回马枪呢 结果这个 对方已经退出了游戏 建筑被拆掉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大家好 我是Sky 6月3号的时候 Sky游戏专训练 帝王争霸的新的服务器即将开启 为了回馈广大爱好者 对Sky的支持 在这个新东公司 以及Sky团队的这个支持下 特别为此次的开服活动 准备了大量的丰厚的礼品 但是到底有哪些礼品呢 我这里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好的 大家应该能看到 这个桌子上面的这些奖品 有我们的W的建筑套装 这套建筑套装呢 是我自己在亲自使用的一套 然后还有我们W的队服 到时候如果有获得这些奖品的朋友 想在这些奖品上得到签名的话 也可以告诉Sky Sky到时候也会签名 然后并移块给大家 馈送过去 当然最后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大奖 是Sky特别周渠道的 这个大奖呢 就是我们的一台崭新的iPhone4S一台 到时候也希望广大 对网游戏比较有兴趣的朋友 来到这个心服和Sky特别大力一起玩游戏 并赢取这些活动奖品 对网游戏的对网游戏